第八十一集 安慈安 满头大汗的李火望 双手撑着膝盖 大口喘着气 李火望已经爬了两个时辰了 居然还没有到 那座尼古庵比他想象中高多了 他吃力的抬起头来 发现这弯弯曲曲的土路 仿佛没有尽头一般 一直往上蔓延 他咬了咬牙 抓住一旁的藤伴 继续开始爬了起来 当他爬的双腿酸痛无比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安慈安的山门 用手背擦了擦下巴上的汗珠 他下意识地向着两边山门的对联看去 可是让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是 这尼古庵的对联 他根本看不懂 并不是李火望因为单样子的原因 忘记这些字怎么念 而是这些字的样子 非常的怪 这些字的外观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式 右上高 左下低 斜体修长 乍看上去似甲骨文 又有许多眼熟的汗字的痕迹 这是字吗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李火望疑惑地走到旁边 用手摸了摸 他端详了好一会儿 抬脚向着安内走去 可是走进去后 李火望早已准备好的话语 并没有目标 因为面前杂草丛生的广场内 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跟郑德斯那人挤人的画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吗 李火望的声音在广场内来回回荡着 依然没有任何人出现 左右看了看 李火望向着前方的大殿走去 殿内没有香火 但却一点也不慢 因为这顶根本就是漏的 斜斜的阳光射进来 照亮了里边的一切 大殿中央的菩萨身上 也全是灰尘跟蜘蛛网 要不是那莲花状的座台 李火望差点没有认出来 这也是菩萨 是不是弄错了 这尼古安看起来 完全荒废了 就在李火望这样想着的时候 一个轻微的打含声 引起了他的注意 顺着声音慢慢走过去 在菩萨像的后面 他看到了一起一伏的大肉球 走近一看才发现那不是肉球 那是一个胖泥骨露在衣服外面的肚子 朝天逼得他就这么躺在冰冷的地上 张着嘴打着哈 酸臭味扑面而来 黑衣肥胖肪脏 这几样全对上了 面前的这人就是安慈安的尼古 眉头微皱的李火望 打亮着眼前李志口中的好人 好不好人他暂时不知道 但就他现在这样子 哪怕坏人都不想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这位师父 清风观玄阳 有钥匙相见 李火望提高了声音 对着那大肉球行道理 那胖泥骨的打汗声 却并没有停下来迹象的意思 他压根没醒 他是不是在跟我装呢 李火望上前一步声音再提高一些 这位师父 清风观玄阳 有钥匙相见 然而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李火望刚打算凑到他耳边 喊 用饭了 这位师父 清风观玄阳 有钥匙相见 这一次 李火望总算没有被无视 那胖泥骨被吓了一大跳 那三层油腻的下巴也随着主人抖了几抖 哎呀 哎呀 你吓死我了 你这人走路怎么没声呢 李火望表情纠结的站在原地 他现在已经不考虑这里的人是不是图谋不轨了 而是开始顾虑这里的尼谷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解决掉丹阳子 拜佛自己烧香去 别当我吃饭 胖尼谷冷言冷语的说完 继续迈着那两条大象腿向着里边走去 坐下李火望不说什么了 就这么跟着他身后一同往里走 整个尼谷湾很大 但是同样也很破 主殿的菩萨有多烂 副殿的菩萨只会更烂 一些店门口还留着字 不过同样跟门口那字一模一样 啊 师父 这是什么字啊 女叔 你当然看不懂啊 这种字只传女不传男 虽然回答了问题 可是尼谷显得非常的不耐烦 静止往里走 看着里边越发陌生的环境 李火望继续往里跟 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真的 没有那种医院的那种奇特感觉 不知道是因为吃黑太碎太多的原因 还是因为常年陷入幻觉的原因 其他幻觉对自己都没什么大用 哪怕起到效果了 也可以轻松分辨出来 兜兜转转了一会儿 李火望跟着胖尼谷来到一间 带烟囱的土房子面前 屋内传来的动静 证明里面还有其他人 光是闻着那浓郁的臭味 就知道这里边全是尼谷 看着那胖尼谷眼睛发光的冲进去 眉头紧锁的李火望深吸一口气 用手捏住鼻子 顶着辣眼睛的臭味也冲了进去 刚进入 扒大嘴声 推眼声 咀嚼声 迅速钻入他的耳朵 李火望差点以为自己来到了猪圈 只见一群黑衣胖尼谷 就这么围在大黑锅边 吭吱吭吱的吃着 他们甚至都没有用筷子 没有碗 就这么围着锅用手 他们吃的如此的香 连李火望这么一个大活人 站在这里都没有任何反应 至于他们吃的是什么 李火望只能勉强辨别 那是一种带着菜叶的油炒饭 憋得满脸通红的李火望 张开嘴呼吸都感觉这屋子里边气味 有点辣嗓子 他这一举动 总算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一位吃饱了的胖尼谷 一边吸着手指头 一边对着李火望 让出了自己的位置 要是这饭吗 两百个铜钱一个 听到他要钱 李火望心中不怒烦喜 不用 不过 有件事情 需要师父帮忙 一颗金豆子抛了过去 金子 胖尼谷兴奋的把那几颗金豆子塞进嘴里 用黄牙嚼了嚼 确认是真的厚 又重新吐到自己的手心 你要买猪啊 要多少头啊 说 我们安的猪最肥了 看到对方靠近自己 李火望稍稍又后退了一步 不 听闻安慈安的师父们高深莫测 所以我此次前来 是想找安慈安的师父们 求助去除邪碎 你自个儿不知道什么啊 你请尼姑来帮你去除邪碎 仿佛笑声会传染一般 屋内的其他尼姑都笑了出来 甚至到最后 李火望都有些忍不住了 第三个人 词兽迦 是 第二个人 这就是家组合的 坐后来